Hello 大家好 今天再出去骑下摩托车 看看能不能下雨 顺便把我洗一下摩托车 因为上一次走过了一段泥路 其实他们在修路哈 那个泥甩得很厉害 摩托车下面的挡泥板 全部都甩到泥了 再顺便出去兜兜风啊 就把这个罩子拿下来吧 风太大了 好的 就出发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摩托车不能硬来 摩托车手上要有技巧 不要硬了 就是慢慢的移动 要细腻的来操作这个摩托车 其实我对我们这个摩托车 它的操作它的坐姿还是比较满意的哈 它坐姿应该是 可以说算是 呃 呃 不算特别的直立 也不算 不算特别的全勤 就是一个 叫中性的一个坐姿 脚步的位置也是一样 脚步的位置也是一个比较中性 也不算 太低 也不算 太高 就是需要你 趴着起 就有那么一点点运动感 但是也不是非常运动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接车 接车犯 比较动力的时候它是有的哈 那重力的话我们完全是拉了起来哈 六百机器摩托车 起起来感觉还是很舒服呢 偏偏是有动力 但是它也是比较吃油啊 它的一升油大概整跑18到20公里吧 和我们一些300cc 150cc 那些省油的摩托车来说 就是说这里边差距还是蛮大的哈 整个摩托车确实省油啊 它一升油有的150cc能跑到50公里 像现在的R15啊 小阿鲁啊 R150啊 就是Suzuki的 雷木的 还有本田的150cc的跑车也是这样的 它们的摩托车大概都能跑到可以说 一公升可以跑50公里这样吧 而我们一公升25公里都不到哈 稍微说 可以说 稍微吃油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带给我们动力的感受 那确实也很大 当然还有五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省油不只是有时候省在那个发动机小哈 发动机小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有可能会忽略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 其实那些小排量的摩托车啊 它们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它们比较轻 150cc的摩托车 它们有时候才 多少 多少可以 才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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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才130公斤啊 但是我们这个叫200多少 215公斤啊 在满油的情况下哈 所以我们摩托车它是比较重的哈 走内线就是啊 看这个内线这样跑的就很舒服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只是因为排量的小而省油 其实有时候排量小也不一定省油哈 要让你的排量跟你的速度要结合起来 所以说不是不一定是排量的问题哈 比如说那个 车重也是很有关系哈 可能和骑车的人都还有一点关系 有些骑车人你像我的话 我是中等体重啊 那如果有些人重的200 200斤的体重哈 那它也会 比较的吃油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我们要中后的来看这个省油不省油哈 其实这段路我是很喜欢舒服啊 没有红绿灯呢 这样 这样就 往前冲就好了 当然也不需要超速哈 好 啊 三挡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动力哈 震动抑震能力还是可以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震动就是说 你大概所有的那个 这个摩托车你到那个转了七八千都会有一点震动 这就讲到一个四缸的最大的好处啊 四缸最大好处就是说 啊 高转的震动没有像一缸啊 一个缸啊 单缸啊 或者是两缸他们那样的三缸 三缸其实震动一下 刚速越少它的震动感会越明显 然后 我后面有一辆那个 是属于民防部队的救护车哈 可能要让他先走 这我们就用三挡来骑吧 现在水温还不高哈 水温只有八十多啊 水温八十多的话 顺滑度还不是特别特别高 但是已经有那个升华度了啊 从三挡来骑这个八十公里 这会 它的转速是在六千转啊 这是它的发力区啊 六千到八千是它的 扭力的发力区哈 扭力的发力区哈 用到更高档位哈 或者说是更高的转速啊 有可能你可能要用到那个 呃 一万转啊 你像150cc你要上 你要看着激情一点啊 150cc就要上万转了 不管你是八十还是一百的速度啊 你的基本上都要上万转 然后我们车不需要 但是我们车还是吃油 为什么 一个就是 刚速多啊 刚速多然后那个车子重 这是它的 炮油的一个主营哈 但你要享受它的动力 这个就没有办法 你要用动力 要省油 这个是 不存在的啊 嗯 不知道这条路铺好了没有啊 哎呀 啊 不好了不好了 终于不好了 不然这条路真是 鬼见仇啊 鬼都怕了 因为它路段的质量实在太差 这个还是会感觉一点冲击啊 因为那个速度没到 你去 就有挡砂 一挡的挡砂 我们这辆摩托车 挡砂非常大 本来一个 两个原因 一个它600cc 还有一个原因是 它 我们车比较重啊 车重它惯性就大 你会感到挡砂也很大 但重车比较容易帮你锻炼身体啊 这个路还慢一点哈 这个路你看 烂成这样哈 啊 啊 好像可以吧 烂成 这也是怕 我听到骑车真的有点怕 到处都是公式 到处都是这种 你这边拦一条路的话 让 这条就会扁得很挤啊 扁得很挤 因为那条只能右转 那你听声音哈 你松松离合器 它呢 它声音变轻 是因为这个 你摩托车也被拉走啊 看啊 声音是不是变轻 对 声音变轻 你摩托车往前走 我们这个车简直是个锻炼身体的神器啊 它什么东西都是比较重的哈 包括那个 包括离合器啊 你要拉离合器 就是一个握力器 你要撑住车 你身体的重量 你要把你肌肉量好 啊 这车是用来 是用来锻炼身体的哈 这个车 不是享受驾驶 是乐趣 当然也是有乐趣啊 你要锻炼身体为主啊 那你现在你去踩一挡它肯定会停 因为你的车 突然之间就 到一挡它发动机就被叫停哈 但是你那个 让车动起来 它在一挡它是可以动的 一挡 不是说一挡不能动哈 一挡你在没给油的情况 它是照样可以动的 即使你是轻挡车 它也是一样哈 一挡照样是可以动的哈 嗯 很滑耶 现在水温起来以后 你上这个车你架起来就感觉很滑溜了 发动机很顺滑的哈 就是油温也是很重要的一款哈 没有水温的话 它这发动机的运转会稍微会变差哈 现在就很滑哈 一挡再慢慢骑 我们到了就停在前面嘛 那你看这样也不会 你知道你的车在动的时候 啊 车在动呢 你问题就不是很大哈 哎呀 这个要小心 它应该不会从这里上了哈 可以我们先关掉马达 踩到零档 车关掉 好了就这样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先不要乱来哈 好了拜拜 拜拜